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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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順哥在講鬼故事 然後講一講突然 是被什麼東西上升嗎 那不是有一點點是 完全被上升 你唸就是真的 真的真的 唸完之後 什麼啦 為什麼 我燈關 然後我們 闖之外我們還有 用一個東西就是牛眼淚 你知道有 一牛的眼淚說 會看得到鬼 突然就聽到 四周有那種 就是這種 這種聲音 樹林裡面 而且是很多 就很像想幫我們趕 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九門秀 今天的九門秀 可以說是非常的不一樣 我們第一次在棚內 嘗試打 綠色的燈在臉上 並不是因為發生什麼 感情上難過的事情 是因為這個月 鬼門到了 鬼月已經開了 然後我們特別邀請到幾位 平常呢 可能有跟靈異比較相關的人士 來到現場 跟我們分享 你為什麼一直在偷笑 還沒要cue你喔 還沒要cue你喔 我們先掌聲 歡迎我們台灣 靈異節目的 始祖級的人物 我們的 蹦恰恰Pongo 大家好 這樣講很恐怖 真的 靈異始祖 應該說是 鬼話連篇 玫瑰姿可以辦很多 對啦 大家都要笑 真的是 那Pongo今天來聽說 最近有一個很特別的電影 要在鬼門關 8月29號上 我們看身後 有一個大海報 叫做第九分局 一般的第一分局 第二分局 為什麼會有第九分局 第九分局辦的案 跟大家不太一樣 看到 地上辦不了的案 這叫做地下的案 所以是有一點點結合 靈異跟推理的電影嗎 不止 還有更多元素 那當然 你要去看了才知道 重點是卡斯堅強 你看到 海報有機會印四個 但是裡面也圓四百多個 看不到的四千多 看不到四千多 然後你要看這海報很重要 男主角 是嗎 等一下 男配角 秋澤是男配角 不然咧 我們恰恰是男主角 Pongo是男主角 你的眼光充滿的疑惑 現在是怎樣 你覺得 我先介紹另外兩位 然後我就可以問他們 還沒介紹 還沒介紹 接下來呢 我們第二位呢 可以說是來自中信兄弟 上次我去開球之後 一看到本人 驚為天人 真的 因為他們我的留言區 下面一直在貼他的GIF 你是說幾個嗎 就掌聲歡迎我們的ChinChin 嗨 你好 我是ChinChin 等一下聽說最近 也出了寫真集 沒錯 8月2號 欸 好鬼喔 我的寫真書 一見清新 8月2號上去 欸 怎麼都嚇人 好嚇人喔 看一下 欸 欸我老人 不錯耶 這是你們 為你們18歲可以買嗎 可以喔 很有誠意 所以已經 就是我們節目播的時候已經上市 對 通過這樣也可以嗎 我可以說我老花園 喔你老花園喔 那搬得遠一點 沒有用 沒有用 所以到我把年紀 有穿沒穿都一樣 沒有 所以ChinChin現在在 什麼意思 直接 直接看穿 這種功力 好 OK 你不敢我再給你擦 我要看他那個舞 欸你真的會耶 我真的會耶 你真的會耶 你真的會耶 你也可以耶 那也會起來啊 呃再介紹一下 來賓之前啊 我們 我們歡迎 我們YouTube界的鬼王 我們的王狗 欸大家好 我是王狗 王狗 是真的 然後王狗是做 在YouTube上面做很多 林業提產 去鬼屋嘛 或是做一些實驗 對對對 一些挑戰 碰果我小時候印象很深刻 是有一集 玫瑰之夜是 好像是順哥在講 講鬼故事 然後講一講你突然 被什麼東西上升 那不是有一點點是 完全被上升 真的被上升 對 而且 這裡要公佈這兩件事情 玫瑰之夜 鬼話連篇就發生過兩次狀況 洪雨的狀況 就只有兩次 只有兩次 可是兩次都誰在呢 就是許孝順在 這是 欸 做七年喔 他來兩次 兩次出狀況 那誰有問題 大家都很清楚 當下那個感覺是這樣子 就是說 其實我有點感冒 因為不是晚上錄影 自從那一次之後 鬼話連篇就改成白天錄影 不敢在晚上錄影 就是大家都嚇到 因為那一次的狀況 真的還蠻可怕的 就是 講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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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忽然間 我自己覺得我不能動 因為這一集如果你要收工 晚上錄影 那不舒服還有感冒 就不太想玩 所以忽然間 我感覺 我自己暈 然後我無法控制我自己的知己 包括聲音 那就開始哭聲就來了 我自己的哭聲就來了 一定是 嗯 聲音 沒辦法控制自己 我自己知道我在哭 但是不是我在哭 就是有種抽離感 你知道自己在哭 可是你又沒辦法控制 對 可是我有眼睛沒辦法張開 可是我聽到我自己的聲音 是女生在哭 嗯 然後這下子 這下子就錄不下去了 可是攝影機就沒有繼續錄 那當下要解決了 那許孝頓就有打電話給一個老師 那個老師一來就這樣 在那握著手 對 握著眉心 你是本家 你唸一些奏 真的真的真的 唸完之後 哇 就好了 然後這我眼睛這樣拍 哇 所有 台視的人通通到聲音棚來 所以中間過了很多時間你不知道 對 所以我眼睛閉 張中間拍嘛 人家已經出事了 所以整棟大樓 大家都在看 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當下就錄不下去了 結果 那就收工了 到後台去了 那第二次的狀況 還是許孝頓 他又來? 速速又來了 就是這樣子 你知道那個燈啊 像我們那個燈都是打好的對不對 電腦控制的嘛 突然間 整個亮面燈開始 這時候我們就會看2樓那個副控室 到底燈光室你怎麼做 燈光室就走到玻璃邊 雙手一看 我自己都沒動 他一定是 可是這個不停 可是那當下就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請他老師進來看 他老師進來看 笑眯眯的算 嗯 有一個穿著千草戲服的人 在燈架上跳來跳去 他看不到 那我們就說 這個人是誰 原來過去有一個演員 是常常演古董戲的過世 然後判斷是他的 沒有演他對 他忘記他已經旺盛了 所以他一直留戀 停留在他工作的地方 他熟悉的地方 就是攝影棚 就在那邊跳來跳去 剛剛讓這個 不好意思讓彭狗solo講了這麼久 真的很精采 那我們也來跟兩位聊聊 那來跟王狗聊一下 就是因為你說 就是聽起來其實 你一開始會接觸到靈業題材 是你自己有一點點貼詞 好奇 其實我一開始做完 第一個都市傳說 我第一個都市傳說 我是去泰國 我們四個朋友 泰國 因為我叫泰國的鬼最猛 我們就跑去泰國玩前線 我們四個人其實都是半信半疑 因為我是基督教 我朋友都特別鐵齒 我們想說拿攝影機 拿錄影機起來拍拍看 就想說看要抓到底是誰在動 那我們就玩 結果真的在動 我們每一個都覺得是對方 可是看那個影片 手好像又沒有誰在特別的用力 後來就是結束了 我們也都沒有怎麼樣 後來是回到 要回台灣的時候 在泰國的機場 我那時候去買吃的 然後朋友坐在那個貴賓室休息 他們在睡覺 結果我在我的後面 我就聽到有人叫一聲 蠻像那種氣隱 就很像在我後面而已 就叫你本名 就叫我本名 然後我就回頭 我就沒有看到人 然後我就想說 是不是我聽錯了 我就不以為意 然後我就買完之後再去廁所 結果聽到廁所 我就聽到一聲 我就聽到一聲 然後後來我就 跑回去 我朋友 是他們在捉弄我 結果我朋友明明還在睡覺 他就起來 就跟我說 明明就是你在捉弄我 他說我在捉弄他 我說為什麼 他們也 遇到一樣了 他就說我明明就聽到 然後你剛剛在叫我名字 我朋友這樣子講 他們也聽到很可愛 他們也聽到 我們都聽到一模一樣的事情 那像我有一個 挑戰鬼略的禁忌 就是半夜不要吹口哨 那還有 對 那還有到山區不要唱童謠 妹妹背著羊毛娃 對對對 對 我就把這個吹口哨 跟妹妹背著羊毛娃 我把它結合在一起 做成一首饒舌 做成一個都市傳說 做成一個都市傳說 然後跟我兩個朋友 我們就上山去吹 然後我朋友就說 聽到後面 有一個阿嬤的聲音 但是我們也都不以為意 因為我也沒聽到 然後我們就下山了 結束之後 重點是我回家 我把這個影片放到電腦上 在剪輯的時候 剪一剪剪一剪 我發現我們有一個片段 就是我的朋友 手機掉在地上 所以我們吹口哨的聲音 就暫停了 那那個時候吹口哨的聲音 暫停的時候 我攝影機的地方 又傳出一個 繼續 就一個女生的 結束的聲音 什麼啦 為什麼 燈關 踢到了 踢到了 男生還是女生 女生的聲音 對 而且網友都有提到 是蠻恐怖的 其實我們下山的時候 是蠻 蠻著急的 因為那個女生特別怕 就是很敢這樣 然後要衝啊 然後衝下山的時候 我拿著攝影機嘛 然後我的旁邊也傳來一個 女生的笑聲 也是在剪輯的時候才發現的 是不是超可怕的 她的笑聲是這種 嗯 這種 因為很驚訝 幫你那種笑聲 對 接下來要問一下群群的是 群群你有算靈異體質嗎 我不算 但是我之前就是 因為我們很常去外地 然後之前曾經發生過 就是我們在房間 大愛聊天 突然電視就自己打開了 蛤 電視自己打開 電視自己打開了 你確定沒有人在那邊 偷案 沒有 因為其實去外地住宿 是真的很容易遇到 像我之前有一次去 我在科技的時候去曼谷出差 然後已經就是 回完Email要睡 晚上10點鐘 然後睡覺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一直有煙味灌進來 我就說不對啊 我就不抽煙的人 然後當初叫旅行社幫我訂的時候 是訂沒有煙 就是無煙的樓層嘛 然後我就 我就想說是不是外面有人在抽煙 就開門出去 就走廊就沒有煙味 然後我就那天睡到很崩潰 然後因為連續出差好幾天 然後第二天晚上 就是那個時候原本有開漫遊 然後我就想說要那個回Email 然後就用我的筆電連Wi-Fi 然後就看到我的Wi-Fi 因為Wi-Fi不是說顯示名稱 然後騎著一個Wi-Fi名稱就是 就是 我的鄰居是鬼 你以為聽不懂英文 我幫你翻譯一下 就是原本這個事情 就覺得他在開玩笑 可是又結合到 你晚上睡覺 都煙味一直灌進來 然後後來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叫他幫我換房間 就換到別的房間就好很多 我的Siri也有類似的經歷 你是說iPhone那個Siri 對對對 就是我跟Siri說 可以帶我到一個恐怖的地方嗎 你還滿目標的 你真的 我覺得你真的很厲害 就是什麼都要試嘛 然後Siri就帶我到一個 HoloD 下面的一個 他真的有跳出 他有跳出來 你現在問他他會回來 你手機到這邊嗎 我手機在我上面 他真的會 Siri Siri 可以帶我到一個恐怖的地方嗎 你看 太平間墓園 真的會我回答 我的Siri就會這樣子 太平間墓園 真的不是我在作假 真的常常會這樣子 我那時候就跟著我朋友 我們兩人 就一起到烘烏地下面的墓園 那個時候呢 我跟我朋友問一問 就是問了前三個 就比如說問Siri說 你最喜歡什麼國家啊 等等之類的 都很正常 然後結果我們就看到窗戶旁邊 不知道是反光還是什麼 反正就有東西飄過去這樣子 那我跟我朋友就想說 不如都在這麼恐怖的地方 就問問看Siri 窗戶在什麼 然後我跟我朋友就問說 Siri剛剛窗戶旁邊飄過去 那個是什麼 那Siri就只回我兩個字 就很簡短 他就說 後來我跟我朋友 我也我也覺得 後面就是車子的後座 我們都坐在車裡 覺得車子後座毛毛的 我們就想說 那不如我問看Siri 我們後面有沒有冷這樣 然後Siri過了蠻久的 平常Siri可能過三秒就回答 那天Siri是過了差不多五六秒 就是兩倍的時間這樣子 然後就好像遲疑了一下 然後就說 有人這樣子 他一直肯定去會說有人 對對對 就跟那個東西 然後你們都 過程有拍下來 我們全部都拍下來 我講那個鬼話年編的 這個製作人 開錄的前一天 第一集喔 開錄的前一天 晚上我們開會 桌上擺的是靈異照片 就是明天要講的靈異照片 那那個照片是一個車禍的限制 輪胎中間有一個照片 有一個人 對 明天要講的是 輪胎裡面有一個人意 對對對 那有一個人 很清晰的人 拍到的照片 對對對 講完之後 這一位 呃 製作他就回家 他是騎機車 那 如何回家的 不知道 第二天 他媽媽家起床之後 他的枕頭都是寫 寫 那張照片 放進他的包包裡面 背上去 摩托車騎回去 中途怎麼摔的頭 怎麼摔破的頭 怎麼回家 怎麼寫流音的床上 我就知道 所以那個車禍的照片 就印證他的車禍的情形 第一集 第一集就已經出狀況 第一集就這樣 然後他是製作人 然後他被逼 要繼續做這個節目 繼續做 像我們在拍那個 有個店叫 無緣的山丘 你大概都沒看過 那是一個 九分挖礦工的故事 那就因為劇情會有爆炸 要挖礦 就有人被炸死這樣 那導演啊 就很堅持要 一個真正的棺材 他是拍出病的戲 對 那附近就是借 借了 有一個棺木店 前借了一個Sample 就搬到現場來 好 那男婦人在那邊哭啊 預備Action啊 機器搬過來 一拍到棺木卡 就停機了 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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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 又停了 試過幾次之後 那是二十幾年前的事 這個機器可能有問題了 那請公司回台北 再去哪一部 從另外一台 德國進口 新的機器 新的 新的 好來 再拍 一樣六九 第二台也這樣 對 然後那個 總共有空棺材 所以那個叫偷工啊 那為了逼真起見 也請了真正的 真正的偷工啊 也來入戲了就對了 那偷工就想過 他說 你們差不多了 這個空棺材 他要第一人 這個話很重耶 他叫空棺材 那怎麼辦 都已經來了 他說 啊 那一天都不敢拍了 第二天 去當地 請了一隻王爺來 第二天 終於把他拍完 那我剛剛突然想到 碰果我問你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演戲 然後例如有個角色是 例如他的爸爸往生了 然後總會拿一個照片 可是這個演員沒有真的演過 他要演 就只是照片也是往生 那我們是不是要先 就要跟他講 還是說有一些 要拜一拜幹嘛 你要先跟他講 給他一個紅包 事先給 拍戲常常會遇到啊 自己的照片 掛在上面 想到這個照片 有一個故事跟大家分享 是真實的故事 就發生在白雲 白雲知道嗎 白雲的身上 白雲的阿公 阿公先過世 阿公過世的時候 這個照片半黃 幾乎是黃色 沒有什麼載色的 穿著襯衫 洗衝這樣 後來阿嬤過世 阿公過世 阿公過世 等一下 你不要再去弄他了啦 沒人到我不好意思 真的沒人到 你真的沒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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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帶一下是什麼事 好 不然反正我也不曉得 是發生什麼事 喔 那我帶一下 我們剛剛講到一半 他帶一下他轉一下就好 真的沒有很到 沒有 因為那個位置好像也 燈忽然間就往下 他自己掉下來 他自己掉下來 剛剛講阿嬤的信件 對 七天之後 原來阿公在那張照片 不是泛黃的嗎 那個臉子變白的 我們是親眼看到的 就是解釋就是說 阿嬤去幫阿公洗衣服 這是有點小溫馨啦 雖然它是因為恐怖的過程 但如果用另一種角度去想 有人去陪伴 那也不錯啊 有一次 就是因為那個獨自傳說 我是必須要掛規的 對 那但是我要先講之前 就那個地方是 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我們一群好朋友 就騎車去那邊探險 因為那邊是麻布 我們騎車進去 你高中就這樣囉 就是好奇就是 年輕人就是熱血嘛 然後我們就騎上去 然後騎一騎一騎一騎 我朋友的第一台車 他就突然冒煙 就是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不要騎了這樣子 然後突然就啪 就騎過了 然後我們就 然後就往回 就騎下去了 那就一回到出口 就車又可以發動就好了 然後那一次獨自傳說 我就是回到這個地方 要在那邊掌櫃 問他說 是不是以前那一次經理師 他不想讓我們上去 對 如果是的話 就給我個醒櫃 就說我就這樣問 他就給我醒櫃 然後第二次 我就說是不是 如果是的話給我個翹櫃 他就給我翹櫃 那連續這樣子喔 你一直這樣問他 我覺得一直這樣 而且那一集我是沒有簡潔 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一盡 我是一盡到底 我全部放回去 然後連續六次 六次跟我說 我不管要什麼櫃 他就給我什麼櫃 都是對的 六次櫃是 那個機率是一百多分之一 沒有 我覺得也太巧了 我就第七次 我就想說更寒一點 我就問他說 如果真的不讓我上去的話 請給我個醒櫃 再外加一陣風 我就這樣跟他講 他什麼東西 我兩天許願喔 我還跟他說 掉下十萬塊 我剛剛七龍珠 請讓我中那個套 你真的很斑波 原的風來 對啊 最後就是我們一講完之後 就一陣風 而且是那個風還蠻大的 就是你會感受到有風的那一種 我朋友還跟我說 欸王狗走啦走啦 那個風很不尋常這樣子 然後第二次我帶一個說 通靈者 然後他就站在那邊 他就感應 然後感應一下他就說 這裡不能上去 就有東西這樣 然後我們又撤了 就第二次 所以我第二次還是沒有進去 然後到第三次 你還要去啊 因為我就覺得 為什麼進不去啊 對啊 然後就到第三次 我決定不帶了 也不寶貝 你自己去 沒有我跟我朋友 我們就想要直接走看看 沒有陽間的朋友 硬闖 然後我們闖之外 我們還有用一個東西 就是牛眼淚 你知道有低牛的眼淚說 會看得到鬼吧 有聽過牛的 你去哪裡弄啊 牛的眼淚 你上網打 你先綠牛是不是 我不是 我們是兩位 我們是他有賣牛眼淚 我不是他有賣牛眼淚 傻眼淚 你上網面的吧 怎麼可能 我不知道 那是真的 你有沒有來講的啦 但是我就 那我想知道那個 大概多少錢 差不多五百多塊 然後我們就 第一人低一滴牛眼淚 三個人 我跟我朋友 跟他老婆 滴在眼睛裡面 好可怕 就是試試看 然後我們滴完之後 我們就走上去了 然後走到一半 還沒有走到木那邊的時候 就那個位置差不多就是我 以前高中那一次 我們熄火 車主抱宴那個位置 最遠可以達到的位置 差不多就是最遠那個位置 那我們到那邊的時候 突然就聽到 四周有那種 就是這種 這種聲音 樹林裡面 而且是很多 就很多這樣 叭叭叭叭叭叭叭 就很像想把我們趕走 而且頻率很快 就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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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 好可怕喔 對我們就覺得說 他是不是要我們走 那我們就討論說 走走走 然後 但是我又不太想走 然後 結果呢 就我朋友他老婆 就突然就 氣喘發作 就為了很對要不好意思這樣 突然氣喘發作 就 我就想說 好那趕快我們就趕快走 因為也怕危險嘛 那我們就趕快下山了 然後 下山之後我們就想說 那結束去吃個東西 在吃的時候 我朋友他的老婆 他就 摸一摸口袋 他想說 欸他的護身符咧 他又找不到 結果就找 然後就翻摸摸 原來護身符在這 然後一拿出來 那護身符這個鏈子 是斷掉的 他擋掉 對 類似是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經驗 有啦 但是聽完狗就是 他這麼鐵齒 然後這麼不要命 這麼多齒 大家可以訂閱他啦 然後 他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 但我覺得你還是要愛惜 你的生命啊 然後這個 最後還是要再宣傳一下 碰個 男主角嘛 所以金馬獎你會抱 入圍是男主角 不是男配角 到時候入圍我就看喔 看你入圍哪個獎項 沒有入圍就找你喔 好啊 再來拍一集 我保證大家看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感覺 感受不同的體會人生 第九分局 歡迎大家來報案 8月29號 歡迎來報案 對對對 然後最後再來宣傳一下 青青的寫真集 林藝書本 林藝書本 很可怕喔 這些衣服都 這個真的是 衣服都破掉了 你看我衣服都破掉了 對對大家還是 聽說已經賣很好了啦 就是青青的寫真集 然後不要命的王狗 很猛 然後 哄狗的第九分局 大家多多支持 再次感謝各位觀眾 還有 大家的幫忙 對對對 好不好 我們的本週九面秀 鬼月特別企劃 到此告一段落 我們就下週見囉 晚安 拜拜 拜拜 這麼多待機 謝謝感謝 發燒第一 很久沒有百萬了 發燒第一 想要第一時間看到 第九分局 這一部精采的電影嗎 現在只要在我的粉絲頁 然後呢這一集 九面秀的影片下方留言按讚 我們會抽出十組電影票 一組兩張送給你 現在就趕快加入吧 那今天這一集 就是要嘗試的 從老闆的角度 來跟我們聊聊看說 到底我們是灌老闆 還是說 為這個國家 再打拚的老闆 但是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欸不然這樣 我們把房子賣掉 但不要買新的 他說欸那不然你幹嘛賣 我說喔因為我想創業 我老婆傻眼 然後他一聽到人對話 直接翻過身去記憶水 瓜吉是業界最成功的老闆 沒有啦 我當老闆很多問題是跟他請教 如果今天培根說他要出去自己弄 不要上班前面 他本來是有阿歐巴馬 我很久以前 我曾經以為培根是那個 WACKY BOY的老闆 那是大部位 這部位 那瓜吉你有遇過就是 來應徵上班不要看很奇葩的履歷 我遇過就是 說他會抽一公里 然後在我面前 說要把湯匙弄完 然後我以為他真的有 就說他用手把他折完 我說你路 他是要搞笑吧 可是那時候其實菜哥 感受到內心他有一些不滿 我們就是發現他不快樂 然後跟他談 你知道這裡是老闆的一個工作 所有反骨的團隊 不管是目前還是幕後 很開心我們可以一起拍片到現在 我們還有很多很有趣的企劃 真的準備要發展 所以請大家好好的一起努力 再創一次高峰 最近已經很忍耐著 不要禮拜六日的凌晨瞧你們了 就是希望你們也可以休息到 但我知道我自己是個工作狂 所以呢 我會盡可能的 盡可能的能夠多分的話 就會多分給你們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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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